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QQ 欢迎来到QQ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 世上最贵的史莱姆 对啊 你真的是没有听错 这个呢 是 超级贵 超级贵 超级贵的史莱姆 这个史莱姆的品牌呢 它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它是美国的牛头胶水 但是它就是有出史莱姆 所以我就是来买看看 它一盒的价格呢 差不多是500块台币 超贵的 好贵喔 如果说正常的史莱姆价格 都差不多80到 200块台币吧 都没有跑到500块台币 那么贵 超大的 它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个订单的纸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两盒的史莱姆 最重要的是这两盒的史莱姆 来我 现在就来开给大家看 好玩吧 好玩吧 两盒 哦 好好看喔 这款真的是很好看耶 它就是那种透明透明的感觉 它就是那种透明透明的感觉 灌史莱姆500块台币 在我手中 这好像在磨金子 下一个我们来开箱 儿童自制史莱姆套盒 现在好期待开箱这一款 这一款的主题就是星空的 所以它里面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胶水 现在我们就来打开吧 哦 哦哦哦哦不要识破 很贵 哇哦 啊 超无语 它没有送盆沙水吗 我还因为它有送盆沙水 我还买啊 这么贵 超贵好不好 对没错它的史莱姆套盒 只是有胶水而已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玩我们的史莱姆吧 终于来到玩史莱姆的时刻啦 这一款是牛头的透明史莱姆 超好看的 而且还超透明 摸上这个质感软度刚刚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手上会有一点点黏黏的 现在就来开始评分分速和说出这一款的质地 它的手感就好像在玩猪皮的脂肪 说弹它不是弹 它很厚实 就是拉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点脂肪 如果说用500块台币值得去买吗 我觉得能买一次体验看看 或者看Q7买就可以了 因为价格实在太高了 第二个选手是中国all slime的品牌 这一盒我放了超久 而且还是免费的 放了那么久都没有融化 真的是超棒的 这一款的质地会比美国alimus来的厚实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越弯越硬 越来越硬 然后就很难拉扯 一拉就断 一拉就断 然后里面的亮片也跟着一起掉 好可怕哦 如果给你们选择你们会想要美国的 还是中国的选手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拍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那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 赶快按起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可以关注Q期的IG哦 有很多史莱姆的短视频 大家赶快去观看吧